亚運下星期五就開幕了 當港隊各個隊伍積極被截亚運之際 香港亚運男子籃球隊有另一個目標 就是想一班年輕球手在亚運吸取經驗 希望三年之後可以在東亚運取得佳職 張志豪說說 劉子健、譚偉陽和李偉倫 這一批昔日的港隊中流底柱 在今屆亚運就要退下火線 因為港隊今年大換血 引入一批有潛職的年輕球員 包括周健宏、梁文雄和蔡隆德 再配合原有的舊將潘志豪、鄉鎮強和方誠義 以路帶身原因只有一個 我相信在未來的幾年 因為我的focus始終在東亚運 我希望在這幾年慢慢再訓練多些 形成一個默契去準備東亚運 香港男子籃球隊 或者今屆的亞運會 已經早在今年的一月展開備戰的工作 而在早前更加參加亞洲職業籃球聯賽 希望給這班平均年齡只有22歲以下的年輕人 多些大賽經驗 以及增加互相之間的默契 有相當大的改善 比起我們從一月開始組軍的時候 的默契加強了很多 譬如互相隊友的認識 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球隊 但是在這個比賽中 我們相處和融合都進步了很多 港隊今次出戰亞運 有天時地利配合 港隊參加預賽原本未編入去 跟北韓和科威特同組 但有消息說 大會臨時將科威特編到另一組作賽 所以港隊只需要擊敗北韓 就可以打入去晉賽的12強 球員對晉級都很有信心 絕對希望能夠12強 因為可以對更多其他對強的球隊 對我們運動員來說 然後對於我們暫時的目標 就是希望要真的全心全意地準備 但北韓就不知道了 因為東亞運他們有沒有派隊過來看 就完全不知道 但也可能有可能撼下 港隊將會下星期四到廣州 展開亞運徵戰之旅 正賽將會在13號展開 正賽將會在16號舉行 亞洲電視記者張志豪報導 而香港的劍擊隊 在上屆亞運拿到四面銅牌 過去幾年積極提升選手的國際賽經驗 希望今屆可以突破往績 曾八位報導 腳步的節奏 和對手的距離 出劍的時機等等都是關鍵 上屆亞運在重劍團體和個人賽 都拿到銅牌的楊翠玲 繼續成為今屆的亞運焦點 面對中國和韓國的主要對手 她說近幾年自己參加了多個國際賽事 拿到的經驗可以為她突破 教練說她的心理狀態穩定 對她充滿信心 劍擊賽會在11月18至23日舉行 港隊一共派出12名運動員 出戰五個項目 其中男子團體配劍團隊 就第一次出戰亞運 亞洲電視記者曾八位報導